你刚才提到的郭文贵爆料 这可能是我们在十九大之前看到的一个 怎么讲就是中国政治生活当中 以前从来没见过的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说一个民营企业家 他的资本他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 然后又不为当局所容 最后他跑到外面来 给他定个红通上了红通 然后他又利用现在的高科技的自媒体 就不断的就是爆 他所知道的所谓黑幕的材料 然后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也是因为一个真是一个全新的现象 你刚才讲的 所以我们这是刚刚开始看到这个现象 要理解它可能还得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的感触 就是说在中国过去我讲 就是说他这个发展模式的 使得这个就是说大多数的人 他虽然得到了一点点的温饱上的改善 但是呢这个穷人还是非常多 不一定是贫困线以下 但是就是说你买不起房子 对你孩子上不起学 你受这个环境的污染所困等等 这样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 当民众对这个发展模式不满意的时候呢 民变引发官变 我以前讲过这个话 就使得高层呢他开始说 我们究竟是这种模式还是那种模式 就会产生分歧 那么我觉得郭文贵这个现象呢 他说明就是说 恐怕不仅是一般的所谓民变 来引发官变 就是在这个精英集团内部 那么通过这个体制发了大财 和这个体制内部的这个有权的人物 有高度的这样一个人际网络的这样一个 这个联络 那么他可以说就是这个 整个top的这样一个顶端的精英集团的一员 那么他对于他们内部的这样一个游戏规则 对于他们内部的这样一个分配的规则 也有非常多的不满 那么这个他这个郭文贵这个现象就说明说 他在中国是这样大的一个富豪 和高层领导人有这样密切的联系 最后他的财产如果说要被冻结的话 那就一下被冻结了 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就是说 中国这样一个物质生产 这样一个财富的这样一个模式 他的这个政治上这个匹配 是不能够和他吻合的 就是说物质生产如果大家都是发财 这个呢物质生产肯定有人有利益上的冲突啊 对这个财产是你拿去了 还是我拿去了 这个呢这个是要通过政治的一个机制来解决的 法治是最基本的 那郭文贵现在不断讲法治 我觉得这个是讲到了点子上 就是说法治对郭文贵这样的 哪怕你有万贯家财 那么没有法治 你的万贯家财是不能被保障的 对于一个小民 法治也是非常需要的 那于对于最高领导层 包括那些对被被被被这个反腐败搞鞋码的 这样一个高官 那他如果有法治呢 他也可以得到公平的审判 那么现在包括被郭文贵的爆料目标 王岐山 如果有法治的话呢 他也可以通过法治的渠道来澄清自己 来这个还自己公正公平 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一个一个一个 基本的一个运作线 但是中国呢确实是缺少这个东西 这个法治的缺少当然是和这个一党专制 党大与法 这个是直接关系到一起 但是呢也不是说在一党专制下 就完全可以没有法治 又可以相对比现在更公平的法治 可以 那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就是说我就看到就是说 这个呢当然不会很快的 或者是直接的 怎么样冲击中国政局都不知道 但是我想呢这个是这个矛盾 这矛盾是显现出来了 这个矛盾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民 到这个上访的那个国家信访局 就说哎呀我受到冤枉 现在是一个中国的顶级富豪 他自认为在中国受到了严重的冤枉 说明你这个中国的现在这套解决问题的机制 已经连这个最精英圈子的人的利益都不能保证了 那你这个将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你预言一下 郭文贵爆料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他的基本目标是保命 报仇 保财产 但是他又提出了反对以警治国 以黑治国 要依法治国 也要拥护习主席 这样的一种运作 你预见一下他最后结果会是怎么样 这个可预见性是比较低 因为什么呢 一个就是我对这个事情了解的程度是比较少 没有每天追踪去看所有相关的信息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 因为郭文贵呢 我想他有一些技术上的考量 包括他爆料的节奏也好 他爆料的内容也好 他口才非常好 他这个对于整个这个情况掌握应该说 他到底掌握多少情况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他自己讲说 他爆料只爆了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而且他和高从的这个沟通渠道 是和谁沟通 是怎么样沟通 他们互相信任的程度是如何 这个我们都没办法知道 所以这可以说就是说 这个一个游戏呢 这个大牌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只看到了这个非常表面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做预言是非常的难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官贵他是不断地在调整 他这个调整呢 我认为呢 他是要有近期的目标要达成 包括比如说他明确讲的 你刚才讲的那几条 他希望他的家人能够获得自由 他希望他的财产能够被归还 他希望他的公司能够继续运作 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 那我想呢 他要实现这些目标 这当然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当然他也知道 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机制下 要实现这个目标 恐怕不是就目标二目标 恐怕不是就这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 如果就这些问题 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他以前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 所以呢 他也知道背后有很大的问题 他就开始又讲到要法治 他讲了一些 刚才讲的这个三个几个反对 他有政治性的考虑 包括他不反习近平 最后还是要通过习近平来解决问题 所以呢 我想这里边 既有他的这样一个战术上 战略上的一些考量 又有这个步骤 他实现了某一个目标以后 会调整到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 他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他会调整到做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想呢 基本上他自己也跟我们讲了 让我们看三年 三年以后做来做评判 我跟你说 这是一个 如果这个游戏能够延续三年的话 我相信它累积的冲击力 那么会比三个月当然要就更大 是吧 这三年当中 你都没有办法知道 像我们只是一个在这里 观察这个旁观者 那么如果这个在局中的人 过去和整个在这个 郭文贵在中国 这个发财的这几十年当中 和他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人 哪个人会知道说 我明天会被他爆出来呢 这个或者爆出来料是什么东西呢 我想这个呢就是 确实是 我当他讲的话很好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个子弹飞三年啊 确实是没有办法看到 就是说在这飞的过程当中 到底会发生什么东西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一定要给一个预言的话呢 就是我相信这个事情呢 确实是对中国的这样一个 现在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样一个 解决经济利益的这样一个模式 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这个严重的挑战 就是说你现在这样一个解决矛盾的方式 不仅解决不了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 你连你精英内部 就那么一个小圈子的一个人 你们内部怎么样分配利益 你现在都解决不了 这个和十九大也是这样 你最高层的权力分配 怎么样解决 一直没有一个透明的公正的 所有人都接受的规则 这个就是上次党内外交会 之前发生了薄熙来那个事件 那个是挑战最高层的权力分配模式 那个一个挑战 这是呢 把经济面又带了进来 把最高权力分配和最大财富分配 这样一个优协规则 郭文贵又提出了这个挑战 那么中国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挑战 使他的这样一个政治和经济的模式 能够更健康的发展 我想呢 这个应该是最大的意义所在